黑名单筛选 那首先的话呢 当然 第一个 我刚刚有解释过了 这个黑名单 总共两万多个 那要查的资料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用康宇来做最简单 那也就是说 这个范围跟这个范围 两个也没有 有没有一样的部分 有的话呢 告诉我 那其实怎么要告诉我 基本上呢 就是找到几个 那反正你有找到一个 一个以上的话 那就表示有 如果找到零个 就表示没有 所以其实大家有 理论上不会重复啦 一就是 或很大于一啦 理论上就一 那如果是零的话 就没找到 那怎么做 一 我们一样 在查询名单这个地方 插入函数 在B2的地方 插入什么呢 插入这个康宇 最近使用过的康宇 那 range的话呢 是你要找 找的那个范围 我要去黑名单里面找 所以一般是 切到黑名单 你会翻这边黑名单 惊叹号 然后范围的话就从A2 有没有 然后一般是 特别说 之前的同学是 点这边向下拉 一直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顶 有两万多个 建议各位 千万不要这样做 我是建议你先点A2之后 黑名单的A2 然后再来 Ctrl 我是建议既快速键 histoire做 搜索 Jerusalem 搜索 这样就马上的 自动帮你选好了 ok 千万不要 好像有些同学 是一直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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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拉过头呢 你commend 因为两万多个 而且要很久 千万不要这样做 建议是一定要 要记那个快速键 然后呢 这个条件 当然等一下呢 切到切为 条件什么 找这个 找这个email 有没有在这里面 有的话就1 没有就0 OK 你按确定 但等下会向下填满 所以向下填满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几件事 第一个 你可能这个范围 必须要什么 因为将来呢 这个列不能 不能 这个范围的列不能加1 所以记得在2 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在2223这个前面呢 也加一个前的符号 表示固定住 OK 等下向下填满 就不会自动帮你加1了 OK 按确定 好 那把它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其实它很快的 就帮我们怎么样 把这里面 有出现的 就帮你变1了 如果0的话表示没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留下 1 让0 隐藏起来 或者让它消失的话 然后该怎么做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接下来 我们可以配合 又不要放B1 配合呢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筛选 筛选这个很重要 其实类似资料库的查询功能 这个筛选非常好用 如果这样你要做一些 所谓的查询功能 或者查询系统 或者是跟资料库一样 要查资料的话 不用筛选 那我们可以把游标放B1之后 按筛选 这个时候上面会有一个下拉清单 它会帮你列出 列出什么呢 你要找的 比如说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留下来是1 表示4 但是它没有2 表示说 这个email只会 就是只会一个 所以黑名单里面 应该没有重复的资料 OK 所以1 按确定 就帮我留下1的哦 按确定 意思就是什么 这些是 等于是在黑名单里面出现的 那其实我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底下的这个范围 Ctrl 就是要不要放A2 Ctrl 序位向下 你在Ctrl C的话 其实你筛选之后 你在选取啊 就选不到那些0的部分了 那它那个0跑到哪边去 其实筛选帮你隐藏起来了 其实还在不在 还在啊 你会发现哦 有没有 它列号 379 380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它帮你隐藏起来 那你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选取的时候 是不会选到那个隐藏的部分 OK 然后你Ctrl C Ctrl C 向下 然后呢 再Ctrl C 切到这边的时候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全部查完了 OK 这个方法还蛮好用的哦 因为以后哦 你要多个范围的比对的话 其实可以用这一招啊 那太简单了 这两个方法 如果你还有什么 1月2月3月4日 每个月都要比对的话 甚至跑个回圈 全部帮你比完了 甚至帮你列个表 每个月到底哪个地方不一样 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善用Cornive啦 OK 但是特别注意哦 那个Cornive 这个函数哦 在Essal里面有 可是在VBA里面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也可以用 类似丢公司的方式 这应该是最简便的 所以这个做完之后哦 后面我再讲之后 如果把它变VBA 那我这旁边本来三个按钮 你把它删掉一个吧 我主要是两两个就可以了 那我需求是什么 第一个是清除 假设吧 我前面的资料又变动了 所以我理论上结果也不一样 清楚 OK 那第二个 如果希望呢 像刚刚的动作 每天每天都要去查嘛 那当然如果每天 你还在做一遍 也浪费 第一点都已经够快了 如果你会Cornive 应该已经大大的节省 你的时间了 但是如果你还要再更快一点 但是未来当然你的工作 不是只有 就是单单一个查询 可能很多很多很多 各个部门 都会有来陪名单 那每个部门 都会有查询需求 那怎么办 你可能要把那些 全部都查一遍 那怎么办 你就要跑回圈的吧 就全部一次全部查完 你不用每天 用人工的方式再查一遍 他浪费时间 我希望怎么样 有没有办法 用VBA 把刚刚的动作 全部做过一遍 OK 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他已经跨工作标 什么叫跨工作标 因为我们如果要丢公式的话 是丢到别的 别的这个工作标 这边 所以特别是如果你要丢过去的话 可能要考虑到 他们是不在同一个工作标 所以如果你要用VBA的话 跨工作标 你可能他多学一个物件 叫做工作标物件 就叫SHEETS OK 他就会知道说 原来你要做这件事情 不是在我现在所处的 这个工作标 查询结果 而是在另外一个工作标 你可以跟他讲 我在那个工作标 你帮我做完之后 再把资料带过来 这要怎么叙述 其实 这乍看之下应该还蛮复杂的 不过我跟各位讲 程式非常简短 大概一个回圈 加两行程式 就可以把 刚刚我们做的这个结果完成了 真的不是很困难 不是很复杂的事 只是主要你要一步一步 文杂文打 好好了解 你就会 可以把这个给做出来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刚刚讲那个 康义服 应用的部分 一 就是先怎么样 在这边 先把筛选关掉好了 先把它恢复 然后这个删除掉 游标一一先放在这边 用什么 用康义服 去怎么样 去抓这个黑名单 游标放A2 Ctrl-Shift向下 然后呢 Critelial的话 记得只用这一个 这个地方要向下填满 所以这边记得要把它锁起来 再来什么 再向下点两下 就帮我查完 查完之后再把游标放在上面按筛选 再去找到我要的是1的部分 再把这一个部分Ctrl-Shift向下 Ctrl-C 就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它放到这边贴上 这样就大功能 只是说如果每天都要做 这样怎么重复 OK 当然呢 集统做法 要不就录制取集 如果你程式不会写 你可以把刚刚的动作 录下来 其实我在云端上也有放 那个步骤 不过我是比较不推荐 有没有 在第二页的地方 1 2 3 4 总共有7个动作 不过其实我觉得有更快的方法 这当然也是一个方法 那如果你不要用录制聚集的话 你要自己写VBA的话 要怎么做 待会我会更多说明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家 其实录制聚集 录下来程式大概至少我看有 应该有十几二十行吧 可是如果你自己写的话 大概差不多五行程式就可以解决了 而且很轻 有些东西之前也都有写过 只是说要怎么写 我们待会再来跟各位说明 试一下